日本核災区食品进口台湾 一来现一会全数联署反对 江西温泉季活动主题曲发表 募集儿童的希望留言 日本赠送投诚证公所十米鲤鱼旗 封城扫荡打击枪毒 90个人一送把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11月16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署 有关日本核灾区周边县市的食品 是否解禁进口台湾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一来现一会全体议员在今天提案要求 县府必须要明确表态反对的立场 也要修正饮食自治条例 不得输入核灾区的食品 以维护县民食安及健康 日本食品书台引起民众对食安的疑虑 县议会今天陈述议员联署提案 要求县府必须明确表态反对的立场 也要修正饮食自治条例 不得输入核灾区食品 维护县民食安与健康 全部联署来签署拒绝核灾食品进入我们宜南县 那还有在我这一次的大会当中 希望是修正我们宜南县饮食自治条例 希望把这个条例加入进去 核灾食品不能进入本县 那我们所有的全体议员都一致的通过 对于中央的一个政策 我们绝对不能配合 因为这是跟关系到我们所有的县民的健康 所以所有的议员一致通过 拒绝我们日本核灾的这个食品 进到我们的台湾 进到宜南县 宜南县政府我鼓勇 一定要拒绝核灾区的食品来跟宜南县 来拒络我们宜南县民 这个健康安全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去买菜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一部是日本的核灾区 大家知道这一部是我们台湾的 当然大家也要吃我们台湾的 为什么去吃核灾区的东西 台湾无这一天 会员无这一天 如果团队没有标识说 反对核灾区的食品来进入宜南 要叫他标识一下 我们宜南县以前反核的人士 到底是都招待 现在 核食品没有在台湾 连站出来说很久没有 核首长在座来说 宜南是反对统严重的地方 但是这次这个问题 最受到我们身体统严重的 结果没有看到认外说出来的声音说 要来怎样反对 要来表达 我是希望说 一定要讲到这些事 在这些时间 怎么进口 我们的鱼也好 苹果也好 锅材也好 这是我们宜南县议会 所有的议员 共同季节 对此县府重申 宜南县绝对反对有辐射污染 或不符标准的食品进口 凡开放进口的食品 都必须经过检验合格 并清除标示产地 加强管制 安全输入 是政府应落实的原则 宜南新闻记者黄珠 汉从不到 县府最近有不少重大工程 可能是因为物资飙涨出现流标状况 县议员张建荣对此在议会质询时 建议能够改采资格标来投标 而县府公务处长表示 除了将办理工程的减项之外 也将提高工程的费用 增加厂商投标的意愿 最近县政府许多重大工程招标 都出现了流标情形 包括了总经费高达16亿的 西南第二行政中心 前议长张建荣在议会咨询时 关切工程流标 影响到精度以及县政推展 对此县政府公务处长陈春景表示 许多重大工程流标探究其原因 包括了今年物价调涨 但是工程费却是去年合拨 厂商认为承接工程 反倒可能造成损失而不愿投标 因此县政府将向中央再争取经费 提高工程款 以增加厂商的投标意愿 被核定的预算不够 还有今年外面的一些物价稍微上涨 造成厂商投标的意愿不高 这部分我们也在检讨 除了说本身的工程设计方面 能不能做一些检作 那也基于去跟中央予取经费 来依注这个经费 让这个厂商有合理的活力 前理长张建荣也建议县政府 可仿效梳花改工程 采用资格标方式 由评选委员评选出 优质厂商来施作 以确保工程品质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每逢台风好雨来袭 经常造成五节排水水位暴涨 倒灌到底是低洼的大吉排水 造成大吉排水的上游 不仅水排不出去 反而还因为倒灌淹水 县政府今年度是斥资 1000万元来进行闸门工程 预计明年6月防汛期 就可以完工 五节排水与大吉排水 汇流处 县政府已经开始动工 新建闸门 以解决当地 常年来的淹水灾情 由于台风好雨时 五节排水水位暴涨 容易倒灌到地势低洼 而且呼岸低的大吉排水 造成一体淹水 居民是苦不堪言 而有了这座闸门之后 就可以防止五节排水倒灌釀灾了 大吉排水要汇流 五节排水 这也是造成我们大吉川淹水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大吉排水汇流 五节排水这也是 做一个诀問 经过过六次的发报 我们这次已经 管理政府已经把工程发报处理 目前也在四周当中 我们也希望这个加盟 四周完成之后 可以检查我们大吉川 和我们孙安庄附近 其民的淹水 这座闸门工程 总经费约一千万元 已经在近期动工 预计在明年的六月 防汛期前完工 好让居民可以安心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台风好雨怕淹水天天出太阳 又怕没水用 苏阿镇公所 零售市场响应政府爱水 结水的政策 做了很多努力 并且更新 具有结水标章的设备 达到了104年度 结水抗旱目标 因此获得行政院颁发 10万元的补助 他们是如何办到的 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行政院104年 结水行动奖程原则 以104年4月到7月的实际用水量 与103年4月到7月的实际用水量 来做比较 苏阿镇的公有零售市场 结水率达到33.57% 每人每天的用水量 减少为79.34% 融获了行政院核定为基优单位 辅助新台币10万元 解决用水的原则 这个评比 我们获得了基优 还没有获得了奖杯以外 我们另外获得10万块的奖金 对于这个 他这个评比的主要标准 就是说 这个单位的用水 要超过 30%以上 那我们所谓的两个工有市场 我们的决于用水 我们超过了33.57% 另外个人用水部分 我们也达到79.8级 所以都符合行政院的基优单位 我们想我们希望拿到这些钱 我们会改善 这个工有市场里面的措手 我们希望儒宿的环境能够更加的美化 刷政公所公有零售市场 为了响应政府爱水节水政策 除了设置节水相关设施之外 并且不定期的检测设备及管线 以防渗漏水的情形发生 同时对摊商以及消费者 进行宣导工作 达到节水政策目标 并将全面更新具有省水标章的厕所设备 不但可以更加节省用水量以及水费 并且提供摊商以及消费者优质的儒测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明采访报导 江西温泉也有主题曲了 县政府为了凸显江西的泡汤文化 结合公所及相关业者 将在12月3号举办江西温泉祭 并且观摩国际经验 创作专属于江西温泉的歌曲 在今天是首度公开亮相 这首歌叫做《西温苏》 现在就来听听这个《西温苏》 是不是很有江西泡汤的Fu 在人偶的带领下 江西乡长、工商旅游处长、社区妈妈 一起唱着江西最新的代表性歌曲 来去大家洗粉丝 县徒表示 人本冬年宜兰温泉祭 从今年开始要正式改为 江西温泉祭 目的就是要表达在地特有的文化产业 结合各方资源 创造江西温泉品牌 一路江西温泉祭 在地上的社温苏 我们今年彻底的去落实产业协力的部分 我们跟观光协会 我们跟饭店旅馆同业工会 我们跟温发会 我们跟汤子城温泉发展协会 我们跟江西乡公署 我们跟在地的许多社区 我们共同来举办2016的江西温泉祭 这是第二个不同 我们将产业社区一起协力 一起来参与我们整个活动的筹备 跟举办的执行过程 江西乡长表示 这首《西魂书》的歌曲非常用心 不仅凸显依然掐吊 更结合传统曲目名谣 非常符合郊西泡汤文化 连外地游客都有明显感受 这文书 这文书 特别是我们传统古典的 寡野寡条 其中有结婚条件 有说一说 其实这两条刀 在花园的舞台中穿成这样 会变得很差 这就是说 不单说什么差别 我们来泡文座也会更差差 这一条刀 会来大家泡文座吗 会来大家泡文座吗 会啊 我常常来啊 有什么说 冬天我们在这里泡文座 好吗 因为第一个我这个受伤 我如果冬天就来了 差不多都一起来报导 这也更近对吧 更近了我们40分钟都到了 大哥 你说的洗澡怎么吃 这人哭 江西温泉祭 从12月3号正式登场 每周六日在温泉剧场 有多元的戏剧音乐舞蹈演出 欢迎全国民众来江西泡好汤 欣赏精彩节目 县府这几年就在江西温泉区设置了不少的泡脚池 而其中江西温泉公园的设施非常的好 吸引了很多人来泡脚 但最近却有民众发现 泡脚池的水温太高 不但是没办法泡酒 还很怕被烫伤 失去了县府设置泡脚池的美意 在温泉公园的泡脚池 有的温度已经超过44度 民众一开始不适应 都觉得太烫了 只能泡一下下 就得离开水池 整个小腿明显变红 但也有人觉得因为天气变冷 所以这种温度刚刚好 非常舒服 只是说有一点 不要烫了一点 有一点 但是他们说的有一个秘诀 就是你的脚不要动 脚不要动 就是安静的泡着 有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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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再烫 有点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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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泡温泉 就是要有点烫 如果水太冷的话 就没有那个效果了 对 你现在泡多久就要起来 大概20分钟吧 我泡是刚好 任何的体温不一样 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时候觉得蛮舒服 蛮舒服的 蛮舒服的 对 你比较耐热 对 我不怕 我怕你又怕饿 有点烫 有点烫 不太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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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县府表示 除了温泉出水口 因为过热 已经标示不适合泡脚外 其他的泡脚池 都在35度到44度左右 游客民众可以自我选择 适合身体的温度 避免烫伤 我们全部的泡脚池 有四五个 有四五个 那我们的温度大概会从35度开始 那到44度之间 我们尽量控制在这个温度里面 那让所有的游客 依据自己的喜好 适合的温度 来选择自己喜好的泡脚池 来泡脚 那希望能够提供最好最佳的服务 给全国的温客 提醒民众 即使是泡脚 也应该考量身体状况 时间不宜超过20分钟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由投城政公所与日本方面 共同举办的理想启程儿童节活动 投城地区的小朋友 在鲤鱼棋上写下愿望 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明年确定要继续举办 这本方面的活动发起人 今天是再度带来两条长10公尺的 空白鲤鱼棋 要让孩童写下心中的梦想愿望 在明年的儿童节 升空来祈福 政长曹贤顺跟理想启程 发起人力须折秀 一起带领小朋友 展示今年由小学生完成的希望鲤鱼棋 在每个渔运当中 就是一位小朋友对未来的期望 文所表示 未让投城的小朋友 度过不一样的儿童节 同时又能认识国际文化 所以今年与理想启程国际公益活动结合 获得许多支持声音 因此决定再度办理 日方单位也送来空白的鲤鱼棋 从12月份开始 送到各小学来写下祈福留言 这类佛同学过去都是用这种礼物的 征送为主 那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以国际接轨 甚至有这种 这种官怀的种子存在心里面 所以特别跟日本来合作 来共同举办这个礼仪曲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也能够有国际观 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有的这种意义存在 理想启程发起人 立须折秀表示 当初就是因为地震受灾 才会想要让国际关怀行动 传播到各国 百神大地震他是受灾户 然后那时候311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受灾户这么难过 所以他们为他自己感同身受 所以他就在他们的神户小学 举办了这个梦想 叫小孩子写梦想 请那个311受灾户 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两位李怡琦将收集 2000多位学童的希望留言 并在明年儿童节 升空祈福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能够读好书过目不忘 相信也是很多孩童的愿望 宜兰市公所跟宜兰国学研究会 12月4号就将在宜兰孔子庙 举办儿童青少年读经会考 参加的对象是国中小学生 跟幼稚园的小朋友 报名日期是一直到 11月27号为止 欢迎喜欢读经的小朋友 来挑战做状元 三字一句的弟子规 主要强调在家 外出 带人 求学应有的礼仪和规范 小小状元熟悉的背诵 宜兰县 金耳国 见识根 正气歌 24校等86科段 国中小与幼儿园学童 都能来报名参加 一起读经涵养智慧气质 对文化的传承 尤其是我们有 台湾有繁体制的保有 尤其是这些古老 这几千年文化都能够了解 也能够落实 尤其现在有很多的礼貌 有很多的基本作人的道理 像现在是很多元的 但是最有价值的就是 因此历经时间空间 没有被淘汰的这些好的 我们尽一点微薄之力 拿来给它保存下来 希望我们可以 在小朋友学习的阶段 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如果可以透过 平常学习经书的一个领域 在日后学习的一个成长过程 一定会有一个很大正面能量的一个帮助 也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 在从小 就可以养成一个很好的阅读习惯 甚至是一个亲子阅读的一个环境 家长可透过网路 向宜兰国学研究会替孩子报名 报名日期到11月27号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皇珠看从不到 宜兰县警察局14、15号 启动蓝阳封城扫荡打击枪毒行动 在各重要的连外道路 执行领检勤务 结果一举查获了88件的毒品案 将涉案的90人移送法办 宜兰县警方动员警力 连两天执行蓝阳封城扫荡行动 在县内国道5号交流道 台九县、台二县、台七甲县等 主要联络道路路检 并加强毒品要头的查契 结果查获了88件毒品案 将涉案90人移送法办 这跟谁买的? 跟谁买的? 此次专案至重点于打击 车内贩毒案件 共计查获88件90人 贩卖案11件15人 其中本局刑警大队、征事队 由宜兰地检署检察官、黄明正指挥 破货民性毒犯以便利操伤方式 24小时全天后 门凤犯毒案 现场查扣 存量第一级海洛因快18.2公克 分装海洛因毒品八包 注射用水、提拨管、 买卖毒品、交易账策等证务 并询献具体购毒成员6名 另外,曾山队破货枪械改造工厂案 当场起货、改造手枪一支、空气枪一支 两段式钢管枪及半成品各一支 子弹20颗、喜德登火药空壳22颗 砂轮机、瓦斯钢瓶等相关民主舰 及改造枪械工具 成果封锁 均依法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账办 吸食毒品会衍生更多犯罪行为 警方不定期规划封城扫荡专案 消灭治安毒瘤 宜兰省记者黄珠和从不到 新闻最后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情形 明天宜兰市多云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20% 气温是21-26度 来关心雨夜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感谢乡亲跟着宜兰新闻关心宜兰的大小事 我是黄文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